花林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为了达成跨领域资源连结合作 实现解决部落族人的问题 达成人才培育和文化传承的愿景 从112年底开始 进行了113年度的课程增课 有来自各部落、各学校以及社团组织 甚至县外专业领域的师资等人士 都踊跃地来投课 据统计资料实际收到课程有81堂 远远超过112年的60堂头课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部落大学校长许仲伟表示 作为跨预整合的资源平台 复大持续积极推动民主教育 文化艺术、产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等面向 促进部落多元自主发展 今年办课主题为成为真正的人 以联合国SDGS指标是个优质教育 指标17多元合作伙伴为中指 让每位知识都能够通向自己内部的探索自己 只有自己知道是谁 找到自我的认同进而成为真正的人 这次投的81堂课程当中 47堂为第一次投课单位 比例高达58% 原型型课程单位并且有72%近班数的比例 对此现象 部落大学副校长及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独孤十二运则是表达高度的赞许 并表示部落大学在增课率 创新高的同时 新旧单位比例也看见良好的平衡 传统原型型课程 以及流动开放的创新点只占伴 可见保有就课程原型的同时 展望新的发展方向 部落大学执行长及原民处代理副处长 兼艺文科长徐才有表示 今年受到课程包裸妄想精彩可期 也能一窥竹人们对部落大学的想象 不仅停留在办理课程单位 部落大学多元发展与整合平台印象 有良好的持续推广出去 目标第一阶段书面审查已经完成 紧接着2月底即将办理第二阶段面试的审查 尤其今年度讲时间相互宣传合作 带来的创新活力课程 诚信观点都有助于部大越办越好 确认华林作为原乡之乡 得以让原住民终身交易深深不息 成为永续发展的优良城市 记得节奏也欢迎收到